癌症术后反复发作 肿瘤21公分 这就是以沙液为生的代价 如果不是学佛念经 懂得了因果报应 也许到今天 我也不会知道身体得病的原因 我是一个动过两次大手术的肿瘤患者 第一次是在2014年11月份 我得了子宫癌 做了子宫摘除手术 当时不懂因果 只知道动了手术需要大补 于是我就每天吃一只野生海参 但是身上的肿瘤也被我补得茁壮成长 没过几个月就摸到右面腹部又鼓起一个肿瘤包块 2015年4月份 我又住进了医院 医生帮我检查后说 肿瘤太多 长的位置也不好 所以迟迟不敢动手术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 喊着要出院 后来得知另一家医院有自家的亲戚 我马上就住进了那家医院 检查完 亲戚也是有些为难 因为我这个肿瘤正好长在肚皮下面 如果动手术 肚皮就很难再愈合 这个手术难度很高 但看在亲戚的面上 他也不好推脱 经过认真研究 准备让院里的主刀医师给我做手术 那个时候 自己刚刚接触心灵法门 所以我把经书也带到了医院里 有师兄告诉我 在动手术的时候 一定要狂念大悲咒 可以增加自己的能量 手术那天 天不亮我就爬起来念大悲咒 一遍 两遍 三遍 到最后 不知念了多少遍 手术进行了五个多小时 切除的肿瘤包块 有十二公分大 如婴儿头一样大小 大夫告诉我说 手术很顺利 肿瘤切除的也很彻底 我问大夫 还有没有其他小肿瘤 大夫说没有了 当初前一家医院 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术 就是因为大大小小的肿瘤太多了 我心想 心灵法门还真的是灵啊 小的肿瘤都被我念经念没了 即使这样 也许是夜里所致 病好了之后 我就不想念经了 更不懂 病好了之后应该现身说法 将这么好的法门传承发扬下去 在这里 我向观世音菩萨深深地忏悔 观世音菩萨 对不起 我错了 如果没有心灵法门 没有大悲咒的巨大能量 没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 我的手术不会这么成功 这么彻底 那时的我 真的什么都不懂啊 病刚好 就踏上了自驾游的旅程 现在想起来 是多么的愚痴啊 没过几个月 身体该复查了 11月5日 我去医院复查 医生告知 左腹部又长出一个 5.8公分的肿瘤 这对我来说 真是晴天霹雳 做完手术大夫 不是说不会再复发了吗 怎么会这样 怎么办 难道地狱般的化疗 真的逃脱不了了吗 回家后 我扑通一声 跪在观世音菩萨宝像前 哭着许愿祈求 菩萨妈妈 您救救我吧 我知道错了 我许愿终生是全素 一定好好学佛念经 这之后 通过六次化疗 加上吃中药 肿块缩小到了 二点几公分 我心里想 太好了 有菩萨的保佑 就是不一样 当时自己 真的什么也不懂 很多事情 也不去问师兄们 不听师父的广播 不看白话佛法 不看白话佛法 就盲目地在家里念小房子 我念小房子时 抬头不写 也不签名 导致烧下去的小房子 根本没用 偶尝跟师兄去放生 我也不经常去 由于我的盲目于知 在业力的感召下 我的病很快又复发了 2020年初 还有两个多礼拜 就要过年了 突然有一天 我感觉自己身体 特别疲乏 上四层楼 需要休息两次 我把这情况 用微信 告诉了中医大夫 可没有回应 我也就 没再当回事 继续吃中药维持着 过完年后大约一个礼拜 我忽然在胃部 又摸到了肿块 原来的肿块也增大了 我赶紧给中医大夫打电话 这时他也慌了 让我快去医院做检查 但是因为特殊时期 所有的医院都关闭 根本没办法进行检查 我只好在家里 焦急地等待着 后来我的病情 也越来越严重 肿块迅速增长到了 21公分 走路时 要用手捂着肚子 腰弯到90度 同时伴有严重的贫血 正常人 血红蛋白指标是 110到130 我才40多 浑身没有力气 血压也降到了50到80 后来终于我住进了医院 可什么也不想吃 不想喝 我早上体温36度 中午的体温 37到38度 晚上升到39度 每天如此 一般人 39度 早就倒下了 但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发烧 每天都这样 又不难受 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是我天天念大悲咒的能量 在支撑着我呀 我体重 也由原来的120多斤 降到了100斤 整个人已经受得脱了笑 我在心里对观世音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 我的人生会到此为止吗 我还有没有完成的任务啊 我才刚刚开始学佛念经了 我还想跟着师父 弘法度众生 观世音菩萨 您救救我呀 观世音菩萨 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呼唤 没过几天 肿块熟透 开始流浓了 也就是说 可以不用化疗了 其实大夫本来也没打算给我做化疗 因为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 身体这么虚弱 大夫根本不敢给我化疗 更不要说做手术了 大夫说 你上了手术台 都不一定能下得来 有三大法宝 有观世音菩萨 我不怕 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救我的 我向观世音菩萨许愿 一 在一个月之内 放生一万条鱼 三四天 就已放完 二 到今年的十月底 给我的药金者 少送一千张小房子 三 病好之后 现身说法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 没有放弃 业障深重的我 又一次给了我 活下去的机会 当肿瘤块里的浓血 流出来之后 肿瘤也慢慢地消下去了 我也没有那么痛苦了 也能吃进去东西了 走路也能直起腰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我 保佑我免去了 地狱般的化疗痛苦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我以往犯下了各种 不可饶恕的罪业 特别是对众生犯下的杀业 但是观世音菩萨 还是慈悲救我 给了我生的机会 我为自己所犯下的罪业 向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忏悔 对不起 我错了 业障爆发 从来不打招呼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师兄们 现在想想 自己不学佛的时候 真的是愚痴啊 为了赚钱 什么事情都敢去做 我从2001年冬天 就开始卖猪下水 一直到2016年 做完第二次手术 才把摊位兑出去 这一干 就是十多年啊 如果没有这么多年 造下的杀业 也许就不会造成 今生肿瘤的果报 如果不是我学佛念经 懂得了因果报应 也许到今天 我也不会知道 身体得病的原因 如果我没有学佛念经 没有得到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保佑 没有恩师的庇护 我一定会为自己的杀业 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观世音菩萨 我错了 新生的我 从今往后 再也不会去伤害 任何友情众生 我向观世音菩萨发愿 永远不杀生 师兄们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有因必有果 世间事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我要借此机会 感恩帮助过我的各位师兄们 如果没有认识 或不认识的师兄们 结缘的五百多张小房子 给我 如果没有师兄们 在我病重时 及时地帮我 烧送小房子 这次真的不知道 会是什么结局 我一定不辜负 师兄们的帮助 尽早康复 现身说法 去帮助更多的 有缘众生 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让更多的师兄 引以为戒 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四大法宝 灵验无比 还有最爱我们的师父 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带到人间 只要我们坚定地 相信佛菩萨 精进学佛念经 诚心地忏悔 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保佑我们 消灾解难 这是何等的幸福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地修啊 如果分享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及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师父和师兄们 慈悲原谅 我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兄们悲 再次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金刚菩萨 感恩 合适